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04分05秒了 我们今天早上为您联系 真理大学法律系的吴景清副教授 请老师为我们来解说 刚刚志平在节目一开始 为您要探讨了这个话题 老师您早 老师这个案子 相信对于学法的人来讲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兴趣 先借我一分钟 我先跟听众简单叙述一下这个案子 根据媒体的报道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法官陈红斌 这位法官 他涉嫌要性骚扰他的女助理 结果这个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在沈虽然改任他骚扰行为不严重 但是从相关的评鉴 还有惩处的资料可以知道 陈红斌法官不顾法官 已婚的身份 那么一直对他的女助理 有抢吻 有牵小手 还有爱的抱抱 这些脱续的行为 甚至于还挡在办公室的门口 不让对方离开 行径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 然后当然这些 这个相关的行为 刚刚除了这篇也叙述 大家上网都可以找得到 老师 这个时候 我们要先来请教你 就是这样子的判决 当中还有一个所谓的职务法庭 就是这个监察院认定他 借性骚扰把他弹劾 那么职务法庭判决的原判决 把陈红斌免除了法官的职务 但是呢 这个陈红斌申请再审就成功 结果就是在上个礼拜的 3月8号妇女节这一天 听起来实在是有点讽刺了 这个再审庭就逆转 轻判了陈红斌 指罚这个一年的年薪 大概是216万 让他保留可以每个月 有18万元的退休金 那这个判决一出来 就引发了各界炮声隆隆 老师这个案子 我们这个学法的人 怎么去看这个案子 我们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目前 不管是媒体 或者是网络上面 大家在 我想应该是批评骂得多 没有人赞成 但是可能 各位听众要仔细思考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判决 他没有公开 不过 施网院都有发新闻稿 把大概 他们判决的几个重点点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 那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去 至少看过新闻稿 因为你要批评之前 至少要了解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想 如果真的问10个的话 可能主持人 主持这个节目有先准备功课 我再猜 老师 可是问题是 这个司法院的新闻稿上面 把这个案子说得很详细 可不可以也简单的 请老师告诉我们一下 司法院的新闻稿里面的重点 有哪些 我先讲一下 就是刚才昨天提到 职务法庭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大部分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陌生 本来对于公务员的惩戒 我们的程序就是说 他分九支等以下 九支等以下的话 主管的长官 如果认为你这个公务员 维法师子 就可以直接送工程会 司法院底下有一个 叫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那个是专门在 在惩戒公务员的 那如果九支等以上 一定要经过监察院 监察院弹劾给工程会 这样 这个是针对所有公务员 本来在100年之前 法官检察官也是适用这套体系 可是后来觉得这样不大好 因为法官检察官 毕竟跟一般公务员不大一样 所以在100年法官的法 生效了以后 在法务部这边 就成立一个叫做 检察官评券委员会 然后在司法院这边 就成立一个法官评券委员会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检察官或法官 他的基本上有违法是 那就先 先送到这个检察官 或者是法官评券委员会 那他们呢 审查了 觉得说有需要付 评券惩戒的时候 就把它送到监察院 那监察院再审查一下 如果真的觉得有必要弹务 就弹务给 原来是弹务给工程会嘛 那现在呢 他针对法官检察官 另外再次来弄一个职务法庭 就不由这个工程会这边 就是由职务法庭来做惩戒 这样子 这个大概是这个过程 那这个职务法庭呢 基本上 他因为他要审的对象 是检察官法官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由 这个比较资深的法官 五位组成 那其中有一位 就是工程会的委员长 有一位 他是理所当然的委员 而且是审判长 就这样 这个大概是职务法庭的构成 所以大概一般公务员的那个程序 有一点不一样 是 可是那一天 在审的时候 第二次这个要审的时候 这个刚刚您所说的 这个职务法庭的工程会的 这个委员长 他没有列入 这个就是有一个秘词 这个就是说 根据那个法官法 就是这五个里面那个审判长 那个工程会的委员长 是理所当然的 那个审判长 这是法律的强制规定 可是这里 这个案子 他的一个特殊就是说 他在提再审的时候 大概是2016年 大概7、8月吧 那刚好各位听说 大概是我会记得 2016年7、8月的时候 刚好那个时候 我们蔡英文总统要提 新的司法院长跟副院长 那其中那个 原来不是现在 原来他提的那个院长 叫做谢文定 谢文定是当时工程会的委员长 是 对 那这个案子如果过来 他的理所当然要当成派长 可是问题是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当时被提的时候 大家在质疑说 你过去好像怎么讲 好像这个危险时代 都没有出来讲话 凭什么现在当司法院长 各位如果有这个印象 或者去网络查 那后来他就 他就自己就 不要说 好那你总统就不要听我 然后也顺便办什么 办退休 办退休以后 是不是那个 那个委员长就出缺了 那出缺的话呢 就由工程会的 某一个委员去 去先代理那个 代理那个 那个委员长的位置 那代理这个人就理所当然 应该要成为审判长嘛 可是问题又来了 因为这个代理的之前 前面那个 原来那个 那个 2005年 那个判决 他也是法官之一 那我问各位 如果你之前已经 这个案子你已经审过了 这个案子要怎样 要回避 对 可是这个时候 要回避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就是法律的漏洞 就是说法律规定说 他理所当然就是审判长 可是法律没有规定 万一他回避 出缺的时候 目前法官法没规定 哇 就惨了 是这样的原因 好 那所以呢 就呢 就找这个 这个 这个何亦廷的里面的 某一个最资深的 来当审判长 那这个事实上是违反 目前法官法都会定的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找不到啊 因为这个是法律的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失 好 那等到审到大概 可能经过快要一年了以后 那新的那个委员长 来了 到认了 就认了 就补 就补那个 那个原来那个 限定的缺 可是哦 那个是那个面临问题的 案子已经审那么久了 那要不要总统 换法官 换审判长 哦 这个 这个这几年哦 台湾只要喷呆 要换法官 大家就怎样 就很敏感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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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判长 可能就在 可能应该是得到 就是现任 工程卫委员长的同意 就说那你们继续审吧 哦 所以是这样子 但是继续审的结果 结果在 上礼拜这个新闻 一曝光以后 其中有一位 唯一的一位女性的 职务法庭的法官 是 她就选择 就不要 就退这个职务法庭嘛 她不想再当职务法庭的法官 显然她是有不同的意见 对 她有不同意见 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就是说她主张 她应该是主张说 好啊 不管我们审多久啊 按照法官法的规定 就是委员长就是理所当然的审判长 好 那之前因为呢 找不到 就没有审判 就没有 就委员长 那个 那个他要回避啊 所以没办法 我们找一个顶 可是当新任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 把那个委员长变成审判长 我们重新审理啊 这个是那个 那个女法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主张啦 我也认为说 那个女法官 我也觉得 她这个主张的理由是有道理啦 因为 可是现在要反方的讲 就是说 那这里又凸显出说 这个法官法真的是恐龙法官法 这么重要的问题里面 竟然你 你们 你们之后还没有发觉到 然后你不赶快想办法去改 就面临目前这个 所以现在有一个麻烦 就是说 上礼拜那个 再审职务法庭的 这个判决啊 如果现在去申请再审 那新的职务法庭 一定也会认为说 这个判决违法 对 所以你看 很好玩哦 再审的职务法庭 认为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 我先讲一下 前面那个 我们先不要讲 那个 到底他呢 这个免除法官职务 承认他 或者是华奉一年 这个到底谁对谁错 前面那个法院的组织 也有问题啊 为什么 因为呢 前面那个法院组织里面呢 五个法官里面 有一个曾经当过 司法院的行政厅长 那 那这个案子呢 他在呢 审理之前 他那个时候 之前他在司法院当行政厅的 那个 那个他知道 目前哦 像这种法官的 陈进事项 各法院都会先 用一个 基立委员会里面 先做调查 然后呢 调查完以后 就送司法院 合备 那因为他这个法官是台中 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 所以呢 是他要送的是司法院的行政厅 各位两个人 他送去合备一定是由行政厅长盖那个合备张 对不对 是 那表示他有没有参与这个案子 一定有 有了 那要不要违避 当然要 当然要啊 你看 连组证 我想这种都在打 要对不对 可是竟然没违避 所以 原来那个 所以 大家在指责 现在这个判决问题的时候 老实讲 大家都忽略了 前面那个判决的瑕疵也不小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恐龙法官的话 所以 这个是我 大概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 明明你委员长是当然审判长 怎么会也没有参与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各位听众 今天上午呢 我们在节目的现场 为您连线真理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 吴景清 吴副教授 请老师呢 为我们来解说 有关于从3月8号开始的这个 这个新闻 就是 陈鸿斌法官 到底是不是对自己的这个女助理性骚扰 还有呢 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引发了大家大相踏法 不明 没有去 可能啦 可能我研判了 万一如果没有去研读这个相关法令的内容 或者是还没有看过司法院的这个新闻稿的民众 可能就会说 我看到新闻报道 我就是觉得 这个法官们 法官们 应该是官官相护 好 这个要不然就是可能又 长久以来又在骂说 恐龙法官恐龙法官 就是这个不死人间烟火 于是乎呢 可能没有去细咎的当中呢 到底还有一个关键就是 法官法 到底这个法官法 里面有没有漏洞呢 果然 经过老师的解释 我们听到了 相关的漏洞还不小 以至于造成如今的这样子一个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来审理这个案子 或者说审理出来这样子一个离谱的状况 老师 我请您先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个一两分钟 我们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再继续请教老师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广记者 王伟霆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立杰谈起前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早安排完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死家伙推荡 咬一口 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七点是八分十秒了 我们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 真理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吴景清 老师我们想继续来请教您 刚刚您所提到 其实可能大家来指责 这个法官官官相护 或者是这些法官所判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不合理的 但事实上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 法官法到底有没有合时宜 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漏洞 所以老师我们回到法官法 这个法上面来看 应该要怎么修 才能够避免这一类的漏洞 或者说除了这个案子上面的漏洞之外 是不是法官法还有其他的漏洞呢 我先讲 刚才我谈到的是法院组织的问题 你看那个老实讲是 最基本的东西 你看就这样了 那不要讲那个 这一次造成很纷争的 对 主持人一开始提到 到底这个性骚扰 到底是分外请位 所以还是性骚扰的问题 我先讲一下 现在可不可以听说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如果这个法官已经性骚扰 尤其是已经达到 已经是犯罪了 那我想 不管这样一个法官 或在座每一个听众都认为 一定要免除法官职务 没有疑义 对不对 是 但现在问题是 那为什么人在这表示 这个法官 他的程度 一定还没达到犯罪 因为如果犯罪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也不用经过职务法庭 因为我们只要 根据公务员法 我们只要 这个公务员法犯罪 而且他判有去读刑以上 那一定就是免了 这不用谈了 也不用经过职务法庭了 所以这个行为 一定是怎样 一定是他还没达到 那个性骚扰犯罪的程度 就是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或者说有没有不清楚 所以才会由职务法庭来处理 这个逻辑的知识 应该是这样 是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职务法庭 他要惩戒这个法官 他的依据跟理由 到底是什么 因为如果说是 刑事法庭很简单 我们就看证据 你有没有性骚扰 然后哪一条 那个很简单 可是问题就是说 职务法庭往往是在处理那一种 还没达到刑事步伐 可是你这个行为怎样 就是有问题 可是有问题 有问题到在哪里 到底我们要办理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个法官法一个 我认为更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惩戒的依据 往往是来自于道德条款 因为法官法里面 他没有办法去依 像刑法 我们说罪刑法定 到底哪一些行为 该处罚我们刑法 比较明定出来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涉及到 因为法官法 他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在补那个 你没有达到犯罪 但是我认为你这个行为 不解吧 所以我要用这个职务法庭 来惩戒你嘛 对不对 可是一讲到道德就惨了 为什么 每个人道德标准不一样 对 包括我念一条好了 他说什么情况下 这个法官呢 不识认应该要被淘汰呢 他说这个法官的行为 有损司法尊严 有损司法形象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个主持人 各位听众 到底这个怎么解释啊 那我们以这个例子 这个聪宏兵法官的例子来看 大家都虽然一直讲性杀老 性杀老 可是我跟各位讲 法律上的那个性杀老 定义是非常非常怎样 模糊 不仅模糊 应该法官会重演解释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因为他原判决 他列了八项的 八项的那个行为 不减的事实 那后来减为三个 那我们就以这三个 因为前后都认定有了 我们就以这共同认定 就是有这个事实的三个来看的话 其中几个来看 就是说 这个男法官 就是说下班的时候 就跟这个女助理讲说 今天我老婆小孩不在啊 那我带你出去 走一走好不好 好 那女助理就跟着她走 然后并且在那个什么 政治大学那个合体 牵手 牵手 到了车站 他叫她闭眼睛 要问他那个女的说不行 不行以后他就停止 在她回家 好那我问各位听众 或者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主持人 你认为这个是不是性骚扰 因为如果说是强下去的话 那没问题 没有什么好讲的 是 真的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再举一个第三个 刚才主任也有提到的 就是说 他这个男法官 就是找一个 就是说我这个新办公室 要整理我的 办公室的空间 找那个女助理 你注意 没想到你男法官 就要可能 又要跟他表白或什么 然后呢 这个女的说不行 我们已经 不行 我要离开了 然后呢 那个男法官 不让我 可是一下子 他大声喊了 他就让他走 那请问一下 一样 那这个呢 是不是性骚扰 所以都有 及时刹车到的意思 对 他很明显 都有及时刹车 这种感觉 因为就是这一次 在乘法庭 因为前后都认定 有的这三件 那还有一件 就是说那个女助理受伤一阵子以后 她回来 回来办公 然后女助理跟男法官讲 说要结束那个 那个所谓 就是要回复 就是法官跟助理之间的正常关系 那男法官好像 这样不愿意 所以呢 就好像在质问她说 那你是不是有 有跟其他的 有男朋友怎么样的 那女的当然听了 非常的 非常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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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嘛 然后男法官就对他讲说 如果你让我知道 就是 你有跟你有男人 出去外面 那 我一定会 这里怎样怎样怎样 那这个 首先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段 这个看起来比较严重 这一段认为不是性骚扰的问题 而是什么 涉及到恐吓的问题 但是恐吓有没有 因为我讲过刑法很严的 那有没有到了恐吓罪的程度呢 可能也没有 好 那如果中俄这三项 可能 包括主任 这个到底是不是性骚扰 那所以这里就想 因为你 因为我一直强调 法官网他承绩的事 不是根据法律 他都是根据道德条款 是 那道德条款 法官的心 这就非常的怎样 放诸四海基准 像太平洋一样大 而且会根据你这个人 你的从小生长的背景 或者是你的职位 或者是性别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认定 对不对 可是 好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好了 我们的时间现在已经7点25分了 这个 这个 这标准应该要严格一点 那 假定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有符合社会的期待 大家就想 因为这个判决出来 大家就骂嘛 对不对 可见大家是 这个期待是什么 对对 现在变成这个 第二审 3月8号这个二审的 这个 再审的这个 职务法庭的法官就出来说 如果我都要符合社会期待 我干嘛要设法官 对 这个就是一个矛盾 就是说 我刚才讲 你平常我们看到 那个依法审判的 就常常被骂了 这种很明显就是 依社会伦理跟社会道德 来作为依据的一个 惩戒的事有 问题更大 所以 当然我们会要求 在我看来 我也会要求说 你法官可不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可是某一些法官 他们可能会认为说 最要相当啊 对 我要先强调 前后两个法庭 都没有认为 这个法官的行为是对的 前后来庭都认为 要惩戒 只是说 要不要符合比例原则 是 那前面那个就认为说 不管啦 反正你这个行为 就是不懂 那个道德 只有有道德 跟没道德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免 也免除他的法官职位 那现在这一庭 普遍认为 就是说 四票对一票 只有那个女法官反对 就是认为说 要有那个比例原则的思考嘛 那如果以这三个来看的话 那到底呢 比例原则在哪里 哇那我想又是各自解读啦 所以这里就浮显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因为法官 长期继续在那一个司法圈 那个封闭的空间 那他某一样的思维啦 那所以才会有造成所谓的观光什么 相互 相互啦 所以我是认为 如果要终起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最近 不是在推国民法官吗 是 那为什么不让职务法庭 也让人民进去呢 如果大家也想要有所谓的社会期待的话 是 符合社会期待的话 那是不是让职务法庭 更加的透明 更加的民主化 那将人民进去嘛 是 好 老师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 我就想请教您 昨天的这个新闻 就是太阳花运动 公占立法院这个案子 昨天也宣判 就是 这个检方上诉 台湾高等法院认定 这个案子属于 政治言论的这个自由 那么以占领方式来阻挡 服贸协议 属于最后的不得已手段 所以维持无罪的判决 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无罪的判决 这个在第一审 就是用公民不无从 来阻挙二审的意见一案 是 那我要讲 就是这个公民不无从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 宪法或法律 会把它写在上面说 这个可以用来阻挙 阻挙部法 都是透过法院 那可是 当然 我们在讲刑法来讲 虽然你行为 符合那个犯罪的要件 但是 如果说有那个所谓的阻挙法 是有 还是可以阻挙你的部法 那阻挙法是有 目前我们的刑法里面 也没有列这个 比方说 那正当防卫 一般我们常常讲 正当防卫是防卫谁的权利 是自己的权利 或者是他人的权利 那这里的权利 有没有办法国家 这个解释空间就很大 就可能需要写论文来解释 对 那很明显的 我是不大赞成 用这么空的东西去除去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一二省 他们都列了 一省列了七个要件 那二省因为判决 我还没看到 所以我不晓得 他列了几个要件 那是不是以后 也有其他的法院 他也用这个 可是他列的要件 跟这里不一样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这个有可能 因为只要这个 还没有统一见解 你要列多少 我都可以 你要列三个也可以 你要列七个也可以 你要列四个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麻烦 我们一直在骂恐龙恐龙 在某种程度 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法律就是要去 想办法不要让法官制议 可是如果从我们刚才 讨论那个职务法庭 一直到现在这个台湾 我们都发现 台湾的法律 给法官太多了什么 自由 对 难怪大家会骂 好 各位听众 今天上午 我们在德先生这么说 这个单元里面 为您访问的是 真理大学法律系的 吴景清副教授 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老师谢谢您 谢谢